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重大恶暴来临会出现这三个征兆 还不知道就晚了 一起来听 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不论是吉祥之事还是祸事 都有它发生的原因 而发生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自身所造的业 我们的一生是福是祸 都是由自己业力感召而来的 都说福报需要自己修炼 而恶果也是自己招来的 佛教的探上感应片中有一句话 是说福祸无门为人自照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恰好说的就是自身的业力 能够感召好事与坏事 我们经常做善良的事情 那么就自然命好负责身后 若经常做一些恶业 自然容易感召恶果 如果细心地去观察 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很容易发现 每一件事情所发生的时候 都会有所预障 都说恶暴来临有痕迹 若你的身边出现这三个征兆 就得小心警惕了 一 一发怒且狂妄自大 佛经里有一句话 一念称心起百万丈门开 其实这句话 也就是在提醒着我们万物众生 若是生起一颗嗔恨之心 那么人的障碍就来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 人的障碍来了 也就代表着这个人的好运 也会逐渐消失 其实一发怒 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嗔怒 而佛教教导我们的是要远离嗔 吃 若一个人一直有憎恨的心 那么就很容易使自己的福气受到损耗 这就好比发怒是一把火 若是人发怒了 就很容易将自己之前所做过的功德全部烧毁 如果人想要拥有许多福报的话 那么就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做善事 多使自己的心清静起来 而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懂得低调和谦卑 千万不要过于狂妄和自大 否则很容易在生活中招来许多无限的祸害 当我们在生活中 事业和情场都得意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于骄傲 否则很容易损耗自己的福气 二身边有坏人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觉得遇到事情都处理的不顺利时 那么有可能是身边出现了一些坏人 这时候身边出现了这些人的时候 往往就说明着自己的业障比较深厚 而且自己所做的善事不够多 我们人就好比如是一个磁场相同的磁场的人 会相聚在一起 如果你的身边出现了坏人 那么就要更加注意自省了 如果自己的福报不够深厚 那么也就很难吸引到富贵之人来到自己的身旁 当我们发现身边的坏人多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于消极 应该要及时消夜忏悔 及时将坏转变为好 三 容易心烦意乱 佛法说一切法唯独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 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是 世界上的所有人们的烦恼和妄想 都是因为欲望和人的贪念所引起的 若一个人看不开眼前的欲望和利益时 又放不下深厚的名望 那么这个人的心中 就有许多挂碍 因此这类人是非常难以解脱的 都说心中没有挂碍 就能够做到万事随缘 不留执着的念想 如果在生活当中 有人能够做到使自己的内心清静 不为某一件事情心烦意乱的时候 这是佛教里福量最深的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